阿里巴巴去年9月在美国风光上市 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IPO上市案 不过那时就已经有金融专家 支持阿里巴巴上市根本就市场炒作骗局 阿里巴巴是通过预期心理 绑住所有想捞一票的投资员 继续是我们的分析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身穿神色西装 并带微笑向媒体挥手 2014年9月19日 这个来自中国的网络科技股阿里巴巴 风光地在万众瞩目下 就像清廷一般举行IPO上市仪式 并以价格68美元进行开盘交易 一天开盘 阿里巴巴的股价就好像坐云销飞车一般 大涨38% 最高价位来到一股99.70美元 投资者用外资大喊买进 不过有着信息市场叫不知证的莫比尔斯 却支持阿里巴巴根本是炒作过度 提起投资人小心谨慎 果然从第二天交易日开始 就好像魔法失灵了 股价连续下滑 对地价来到86.62美元 而大股东之一的雅虎也大量出售持股 到了第9月25号 成交量仅有第一天交易量的九分之一 激情过后 外媒则开始关注阿里巴巴除了短期股价表现之外的长期经营挑战 美国财富杂志编辑感带人指出 阿里巴巴的盈利率其实并非外界所值的百分之五十一 如果采用与亚马逊相同的认定标准 盈变率其实只有百分之四点一 国内专家也表示 阿里巴巴在国内面临百度恳讯的虎视眈眈 海外则要面对亚马逊和eBay的夹杀 实际营收获利率能否维持高成长 这是一大问题 第一个它在中国这边市占率已经高达八成 那也面临到中国本身业者这一个竞争 它是不是维持这样的一个高的市占率 第二个它如果去拓展海外的市场 这个可能就是市场上关注一个重要的焦点 这时候它会永远拿到第一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树大招风 你第二第三哪一天会不会追上它很难讲 而利益部分投资人感到不放心的 则是阿里巴巴特殊的公司架构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在阿里巴巴上市前发布报告 警告阿里巴巴采用的是可变利益实体架构 如发生纠纷将可能影响投资人选意 传统的控股公司 你有一个股权直接持有母公司 持有子公司 可是它这个它是用一个契约的方式而已 去契约说之后我如何来分配你的利益 你的营收 所谓的VIE可变利益实体 代表该企业并无法拥有实际执行业务公司的 完全控制权 以阿里巴巴为例 海外阿里巴巴对国内的天猫淘宝王的企业 美目上持有该公司 但实际上就可能出现无法管控的问题 对投资人的权益也有影响 你如果有纠纷产生的时候 你这个必须在中国境内 去做一个诉讼的方式来处理 那对海外的投资人来说 是非常辛苦 半开阿里巴巴上市公开说明书来看 马云持有其中股份约7.8% 连统经营团队不过合计53.1% 连小于日本软银的32.4% 比亚胡的16.3% 但却因为特别的合伙人制度 公司合伙人对董事会的组合有控制权 投资人根本无权发言 或者是进行监督 全会投资人眼中的一大隐忧 本来董事会是要来监督这些经理人 现在变成是经理人去提名了 而且是提名 算是也可以说他决定了董事会的人选 所以是被监督的人决定的监督者 所以这个在公司这里的监督会弱化 那所以投资人就要看看 他的经营绩效是不是真的够到他的股价 还有整个纽约正面教育所 还有市场上的投资人 有没有办法足够有替代来监督经营团队 所以这是投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为了符合上市规范 阿里巴巴不得不在IPO文件中 对外揭露神秘的控制资本公司 令人惊讶的是 这就不罚中共太子党背景 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中信资本 富裕资本 学者认为 这也显示阿里巴巴上市的背后 有不寻常的重要因素 那这些有一部分从这个红二代 在阿里巴巴的持股 那么大概可以看到一点支出马迹 中国本身的经济有多强大 所以这里面不罚政府 在里面就是有一些 尤其是单纯的上市策资 还是另有其他目的 现阶段没人知道 阿里巴巴光鲜的背后 却充满了种种异团 学者认为长期来看 阿里巴巴还将面临许多 包含政经方面的挑战 后面的庞大的党政势力 在后面的撑腰 这个东西对美国人来讲 其实是大忌 所以其实美国也在权衡 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权衡 他不希望他打坏 他自由市场的民生 但是他也不希望 他因此影响到美国的金融 对比阿里巴巴2007年 在香港上市后不到短短一年 国家就暴跌78% 随后又在2012年撤销上市 今天阿里巴巴在美挂牌 投资人除了赚取价差外 也是不是应该更加谨慎 看待这场堪称 史上规模最大的金钱游戏